曾疯狂套现300亿的潘石屹 如今不仅逃跑计划失败了 就连上百亿的收购案也被立案调查了 不要问他现在慌不慌 因为他身后的操盘手可能比他更恐慌 潘石屹有很多身份 他既是身无分文的班专人 也是身价百亿的房产大佬 同时他还是向美国捐赠了无数钱财 却对中国一毛不拔的资本家 出生在中国的潘石屹 在祖国赚了大钱 却转过身来把钱都送给了美国 他这是看准了我国的房地产政策 所以才不停地出售固定资产 并从中获利无数 这原本是资本家的惯用手段 可偏偏为何潘石屹会被大家口诛笔伐呢 其实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潘石屹在变现后 把目标都定在了国外 还将大部分资产卖给了美国 并斥资数十亿购买了某款美国汽车的股份 他是想和李嘉诚学吗 当然潘石屹也明白 把业务发展到美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或者是为了获得生育 或者是做投名状 还或者是为以后的道路做铺垫 潘石屹不断向美国高校捐赠钱财 金额高达1500万美元 哈佛基金会成立时 潘石屹夫妇再次向美国捐了1亿美元 也许会有人说 钱是别人赚来的 想捐给谁就捐给谁 但是潘石屹是吃了中国红利之后才发达的 可他对中国人的事情不上心 却对美国的建设非常上心 这种行为不就是吃里扒外吗 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可这次天上还真就掉下了一个饼 只不过 这个饼不是馅饼 而是铁饼 据报道 潘石屹原本打算变卖家产 然后带着媳妇跑路 结果被国家直接扣住 还对他的并购行动进行了立案调查 潘石屹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不要问潘石屹是否恐慌 因为他身后的人比他还慌 而那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张兴 这个张兴可不是一般人 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毕业后 他去了剑桥大学学习 毕业后在华尔街做分析师 在国外工作了几年的张兴 回国寻找发财的机会 也是在这时候他遇到了潘石屹 那时的潘石屹靠着炒房变得非常富有 而且他的万通集团 在海南炒房泡沫破灭前逃回了北京 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并没有伤害到根基 张兴很快就对这个人变得感兴趣了 尽管当时的潘石屹已经离婚并有了孩子 但不到一周的时间 张兴还是接受了潘石屹的求婚 1994年两人正式结婚 1995年 潘石屹和妻子张兴一起创业 两人将办公和家具 开发到了激进完美的状态 并和房地产行业融为一体 潘石屹夫妇的这一创新 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时尚了 随着两人在房地产行业不断积累工作经验 他们独特的经营理念 促成了公司的蓬勃发展 那时 他的公司越来越有名 越来越发达 随着潘石屹夫妇的资产越来越多 两人瞬间成为了中国的富豪阶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的公司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潘石屹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渐渐地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本性 变得胡作非为起来 各种丑闻也随之浮出水面 在媒体曝光下 SOHO中国舆论压力巨大 舆论的压力导致潘石屹退出 而潘石屹也决定 将自己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妻子张星 以保障公司的正常发展 潘石屹逐渐退出公众视野 潘石屹的妻子张星 成为SOHO中国实际拥有者 但潘石屹退出后他也没有闲着 他开始想方设法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但大量出售资产是不现实的 因此潘石屹和张星不仅利用家族信托的方式转移资产 还在美国进行各种投资来转移资产 因为资产过于庞大 所以潘石屹在美国投资了许多大型项目 而这些资金还是他把国内的资产出售获得的 这些项目包括美国通用汽车、纽约时代广场大厦、曼哈顿公园等 据悉,早在2012年SOHO中国宣布转型时 他们就已经采取了行动 2020年3月,美国黑石集团提出SOHO中国私有化 然而,仅仅过去几个月,潘石屹就反悔了 你以为他幡然悔悟了?其实并没有 在此期间,潘石屹出售了十多个项目 也正因如此,潘石屹有了潘跑跑的绰号 今年,黑石集团下血本收购SOHO中国股份 但他的企业不是小企业 大量资金的流出势必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潘石屹夫妇收拾行李准备逃跑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自己唯一的逃生路已经悄悄地被封死了 要知道,潘石屹将自己的资产全部卖给了黑石集团 而黑石集团是一家美资公司 据说,他们早在2012年就瞄准了中国市场 而潘石屹刚好被他们看中了 潘石屹为了更好地出售公司 把价值40亿的公司以10亿的价格给出售了 从来没有任何企业做过这种亏本生意 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国家的关注 2020年8月3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 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规定 将对潘石屹与美国黑石公司的交易进行调查 原以为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潘石屹顿时傻眼了 近年来,国家有意阻止资金外流 大量资金外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现在,SOHO中国被查了 张鑫也彻底被吓到了 不仅如此,还会有更大的问题出现 既然这件事立案了 所以这笔交易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他们两夫妻之前做的努力很有可能白做了 钱也白捐了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SOHO中国股价大幅波动 市值大幅下跌 想必即使交易成功,到手资产也会大大减少吧 其实这几年,像潘石屹这样的企业家不在少数 他们吃着中国的红利 趁着改革开放政策赚取了大量钱财 可当自己的钱包鼓了之后 却总想着往外跑 还记得改革开放的初心吗? 先富带动后富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而不是让先富起来的人带着钱逃跑 或者堵住上升的渠道 希望潘石屹夫妇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的根本 及时悔悟 也希望此事能够给其他人一个警示 取之于功,用之于功 财富方能长久 好了,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不知君与您下期再见了